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也是河北省临张县沙河岸村的村民发愁的时候 因为每年他们都会浇水泛南 地多景少是县壮 但是没有人管才是他们的心结 这村里管事的人去哪了呢 据村民反映 一些村庄已经五六年没有村委会了 村里的公共事业无人推进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河北省临张县沙河岸村景少地多 每到庄稼需要灌溉的时候 也是村民最发愁的时候 村民告诉记者 所谓景少地多 其实关键是景少 一到集中灌溉的时候 地就浇不过来 村民们不得不小范围协调 排号浇地 按照村民所说 灌溉每家每户按人头算 一个人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 即便没有浇完也要让出来 那实际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在沙河岸村东北方向的农田里 记者看到了正在给小麦灌溉的村民李秀珍 郭麦云家有11个人 按照排号 他家的灌溉时间是11个小时 在村东北 他家只有3.8亩地 可即便是这样 也还是浇不完 原因就出在这眼景上 这眼景是30年前打的 深度40米左右 而现在新打的景 深度一般都在80米到100米之间 一到集中灌溉的时候 这眼老景供水严重不足 这也就成了村民口中的半眼景 可就是这半眼景 却承担着村东北八十亩地的灌溉任务 眼看时间不够用 郭麦云打算留下一亩地 等10天以后轮到自己的时候再浇 扮演老景带来的灌溉压力 无形中给村民造成了许多矛盾 村民给记者算了笔账 如果打一眼100米左右深度的水井 需要2万多元钱 再加上配套的水渠等基础设施 费用很难估量 而这也不是一家一户就能独立完成的 那么村委会为什么不出面协调呢 按照村民所说 原来沙河岸村已经六年没有正式的村主任 河村党支部书记了 长时间没有当家人 村里很多矛盾 没有人来调解 很多公益事业 无法推进 村民告诉记者 这里原本是一条五米宽的路 可如今被个别农户私自耕种 无人协调 大路变成了扬长小道 这给收割机浸田带来很多不便 这是一条另外 这是一条另外一个往东芝多的道路 就是从这块开始 到那个现在那个小棋根 对对对 这流量了没有搞不 已经没有人挂着那生 一道收获和耕种季节 靠近里面的种植户 如果使用大型机械 需要绕行孙村 兴王村 张家殿村 本来五六百米的距离 要绕行三公里远 没有村委会进行协调和管理 给村民带来的 不只是生产方面的困难 就连正常的生活 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除了卫生之外 记者还了解到 原来沙鹤岸村的生活用水 都是由村里集中供应 可如今记者在村里看到 很多入户水管都被村民废掉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自打水井 这下面就水井 水泵就在下面是吧 对的 是这一个井你们六家 六家的 我一个叫这击 几八的凳子都凉了 都整定这有松的点来 这凉的这四也不能去跟那开照 李运生自己算了笔账 原来村里集中供水 每人每年只需缴纳八元钱的电费 可如今他和另外五家 一起打了一眼细口井 却花费了八千多元钱 这么做的村民不止李运生一个 记者看到 每隔两三家 与而外都有一眼水井 为什么村民要废掉入户水管 自行打井呢 那么这里呢 就是沙河岸村之前集中供水的 这个水井房 我们现在看到门口啊 上着一把锁头 那么据村民说呢 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这里就已经停止工作了 那你看这没有的 刮着我一下子 没有松水 因为吃不到不吃了 不吃了谁要给的吃 因为你有吃到也不给的了 妈妈就不送 在沙河岸村采访期间 村民提到最多的 就是没有干部 没人管 那么近六年时间 没有村干部的 沙河岸村委会 又是什么样呢 那么这里呢 就是沙河岸村 村委会所在地 据村民们介绍 这一扇门 至少有三年的时间 没有被打开过 在一位村民的帮助下 记者走进了多年关闭的村委会 谢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曾经的村委会 首先看到的是满院子 其牺牲的这个野草 另外呢 就是你像这个房屋啊 窗户上的这个玻璃呢 已经掉了 另外这儿呢 有一个沙河岸请务室的牌子 那么这儿还有一个人口学校的牌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屋里 在这个墙壁上呢 挂着几块这个制度表格 比如说 党支部工作制度 那么这里还有村委会工作制度 从这些牌子来看呢 这里曾经是一个非常集中的办公场所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各个角落 包括牌子上的都落满了灰尘 这里还有一个 邯郸是党员干部 现代化远程教育的牌子 你们看到这上面已经落满灰尘 我们在这里呢 这个窗盘上还发现了一个选民证 时间是2007年6月30号 通过采访记者发现 在当地村两尾班子不健全的村子 不止沙河岸村一个 在临近的潘村 村委会主任潘齐田介绍 他们村已经15年时间 没有进行正式村两尾选举了 在三尊庙村村民反映 他们村长期没有村委会主任 全面工作一直由村党支部书记 田海玉主使用 现在有村主任吗 村里边 有这边 村里面还没有 村里有多少家 没有村主任了你知道吗 有四几年了 他说的对吗 对 他说不会的 没有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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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们人住着 我死了 你这会儿选举 为什么在当地 一些村庄村两尾换届不及时 甚至长期缺失呢 记者在阳村村委会候选人选举现场 找到了孙陶镇政府相关负责人 相对来说 村庆比较负责 纳度比较负责 但是都不能推倒 一次我们整理是公家村 比较纳度比较负责的 选举我们整理 到我们村已经两维化结性结束 还有几个村正在温部进行 还有七个村 经了解孟宪民所讲的村情复杂是指村里宗族派系相对复杂 对于村两委候选人各持己见 僵持不下 所以给村里的换届选举造成一定困难 而这也是村里选举换届工作一再延迟的重要原因 以正在选举的阳村为例 有参选资格的村民仅八百多人 可其中却有四个派系 记者了解到 沙河暗村 潘村 三宗庙村等村子 长期村两委不健全 或多或少都存在派系相争的情况 那么针对此类情况又该如何破解呢 至少您能把短言调动起来吧 更何况相当绝大部分都是任命制的 你选一个支部书记 你任命一个支部书记还是能做到 这样支部书记定好了 你再去引导村委会选举 我觉得就应该能成立 记者通过侧面了解到 2014年孙陶镇曾派镇里一名纪委书记 到沙河暗村任党支部书记 但工作开展十分困难 记者在采访中能够感受到 村民对换届选举的迫切期望 据了解 村两委不健全的情况并非河北省 邯郸地区所独有 如何把派系斗争转为良性竞争 把内耗转为推动基层民主建设的动力呢 专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记者在采访期间 中共邯郸市委组织部2015年发布的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专项整改工作方案 方案中提到 力争4月15日前基本完成换届任务 确保6月底前全部完成换届任务 贴上这个告示就意味着什么呀 这个意味着这个村的两委换届开始启动了 红红的村两委换届选举告示已经贴在了村里 这标志着村两委换届工作已经正式拉开帷幕 我们也期盼着 这些村子能够早日产生两委班子 那些个别被荒废的村委会能够早日重开大门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 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 人口多少 按照便于群众自治 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原则设立 我们理解多数村民意志难于统一 无法完成村委会的合法选举 应当属于不便于群众自治 不利于社会管理的情况 这样的村子可以依法调整辖区范围 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当中也说 要探索不同情况下 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开展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 村民自治制度中出现的难题 应当依照这些权威规定 用创新的精神来解决 好的评论和核心 春庚农忙时 第五期超级道制定出哪期公关新目标 更多内容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 欢迎回来 袁隆平院士培育的超级道第五期科研公关 正在进行当中 目标是每公顷水稻产量达到16吨 也就是在去年亩产破千公斤的基础上 更上一个台阶 超优千号将作为主品种 在全国62个百亩公关田展开市中 近日第五期超级杂交道苗头组合现场观摩培训会 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从里面三角水稻的前景还有 还可以挖 从品种选与上 代表技术的改进 基础设施的改严等等 国际基础发展是领不指定的 超级道第五期科研公关 于2015年正式启动 初步目标设定为 每公顷水稻产量达到16吨 由圆龙平院士亲自选定的超优千号 将作为主品种 在全国17个省46个县的62个百亩公关田展开市中 在完成了第四期公关目标的基础上 圆龙平院士等具有丰富高产经验的专家团队 来到南凡育种基地 现场观摩第五期超级道的苗头组合情况 两种是好的品种和核心 量罚的配备就是手段 什么肥肥管理啊 什么防止病存害啊 什么有好秧啊 光是品种好 手段不好也不行 两种要量罚要配上套 科技示范 它讲究首先是考虑这个数量的提高 然后就是考虑这个产盘增量的提高 所以你看这个稻子 这个稻子的颗粒可能也是一个优质的米 哪个达到国家而至优质的米 让农民掌握栽培技术要点 并同步发展超级道配套技术 尤其是通过一系列高效环保的增产技术 将公关成果转化为农民的增产效果 成为第五期公关的重要目标之一 水到又后到高产 它必须一个很好的生产环境 一个很好的土壤 才能够健康生产发育 才能够健康的高厂 第一个是为元老师的公关 把配方做得更好 第二个是为我们中国现代农业这块 包括房间的保护 做取我们的自己的贡献 南方春耕早 这北方平原地区的春耕也是正当时 由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主办的 放心农资助力春耕活动 最近来到了河北饶阳 给乡亲们送去放心农资的同时 还向他们传授了实用的种植技术 许多农户已经早早的来到这里 他们不仅是来看节目的 每个人还怀揣着自己的小心思 活动中许多爱心农资企业 不仅向种植大户捐赠了放心农资 还向农户们传授了种植技术 只有更多的农民使用到了这种优质的农资产品 那么才能减少这种上当受骗的这种风险 饶阳县送有中国蔬菜之乡的美誉 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到42万亩 在这里的主要种植模式是以合作社为主 这次活动是由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 CCTV7农业节目 中共饶阳县委 饶阳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今天是第46个世界地球日 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 提高资源利用效益是今年的主题 然而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开发时 不注意保护周边环境的现象 高领土主要用于造纸 陶瓷和耐火材料 少量用于塑料 日用化妆品 医药 建材等工业部门 江西干线蕴藏着丰富的高领土 最近广较四寸的村民反应 附近高领土矿开采 产生了大量的尾沙 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威胁 记者来到 位于干县广郊四村 这个叫龙潭的高领土矿发现 山头上的树木被砍伐殆尽 被削去的山体有十几米高 地上到处是白色的粉尘 采矿产生的尾沙 沿着山沟堆积成一座巨大的白色山体 在我的身后就是高领土矿的尾沙堆 在尾沙堆的下面 几十米就是村民的房屋和农田 而且我们目测了一下 尾沙堆距离村民的房屋和农田的距离 大约就是几十米 尾沙堆的底部已经高过了村民房屋的屋顶 村民邱全盛的家就住在距离尾沙堆下方几十米远的地方 邱全盛有三亩多耕地 因为尾沙不断下泄到农田里 如今这些农田早已无法耕种 邱全盛只能在山脚边开垦一小片地种菜 在尾沙堆的下方还散居着几户人家 除了部分耕地被毁 鱼塘也难逃尾沙掩埋的命运 原来六十条鱼 草鱼 你干不死的 尾沙成分主要是细小的沙石 具有很强的流动和不稳定性 尤其是遭遇暴雨时会造成大面积塌陷 记者发现 龙潭高陵土矿的尾沙堆 除了在其下方有一条简易的土坝蓝党 几乎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 巨大的尾沙堆 犹如悬在村民头上的一把利剑 随时威胁村民的安全 高陵土矿在开采过程中 主要产生固体废弃物尾沙及粉尘 有的在瓢洗深加工阶段还会使用硫酸 产生的废水会对水体产生污染 对对放尾沙的尾矿库 通常采取修筑阻拦坝 淋水的一侧用水泥沙浆石砌成 高度不低于三米 据了解龙潭高陵土矿开采时间近十年 也办理了采矿证等相关手续 然而对尾沙的处理上 除了一条简易土壩和银水管 在安全措施上明显薄弱 不高的地方就不完善 是不是 就不完善这个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你可以关注聚家三冬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 或者登陆央视网和农视网 来获取这些相关信息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还有阳太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